站住 你去哪儿 我是楚少爷的贴身丫鬟 自然要去找楚少爷了 楚少爷真跟小姐在一起呢 哪轮到你去叨嚷 刷你的分头 刷那么干净 那你就拿回去当晚用的了你 你敢跟我顶嘴 你 拉你 楚少爷 这丫头目中无人 我在替您管教她 这么我管教的是 这丫头一看就不会干活 连干净的是什么样都不知道 所以才狡辩 不如 张嬷嬷示范一下 看好了 好 还是张嬷嬷刷的 这回交给别人不放心啊 以后 就有劳张嬷嬷了 好嘞 奇了怪了 楚玉之和这个丫鬟 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对啊 李清沐你给我出来 忍耐 你 娘子是在找我吗 谁是你娘子啊 我看齐家大小姐才是你娘子吧 那我去找她了 那我去找她了 你敢 我的娘子生气了 不知道 那怎样才能消息呢 我才没生气 终于承认你是我娘子了 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现在事情发生成这样 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啊 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慢慢计划了 不过 娘子以后可千万别再推开我了 不然 可能会出大事 什么大事啊 如果情热的少了 我爸我会忘了谁才是我娘子 好啊你 你再说一遍 我捏你信不信啊 错了错了错了 居然背着我妹妹偷人 让开 我现在就要去告诉爹 你去吧 我原本想在今年科举的时候帮你一把 看来齐少也是不需要 你能帮我 我可不信 你大可不信 那你就像往年一样 等着爱丞相大人的鞭子 屁股开花吧 你去年在房内休养了多久来着 五个月 你 你能怎么帮我 那你就别管了 你可别忘了 我楚玉枝 可是全国文明的才子 我说能帮你拿状元 就一定能拿到 这 这可是你说的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和龙月的关系 成交 少爷 要这么狠吗 爹给他点颜色瞧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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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